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 Sam 沈志勇 今集想和大家討論美國債息的知識率倒掛 究竟會有甚麼影響 美國的國債知識率的局線早前出現短暫的倒掛 對聯儲局來說是一個警號 可能需要將債息倒掛的風險納入有關宿表的討論 大家都知道聯儲局計劃在短期內會加息 或者會令債息倒掛的可能性更大 除非聯儲局同時透過大幅宿表來提高長期利率 聯儲局現在大概有9萬億美元的資產 正對金融市場扭曲的效應出現了 可能將10年期債息壓低多1.5% 美國出現債息倒掛 在加息預期之下,短債息升幅比較快 但是資息曲線越來越平 5年期和30年期債息一度出現了倒掛 令市場憂慮經濟衰退 美國方面通常以2年期和10年期債息做一個重要指標 當2年期債息高於10年期債息 其實正正正正式會被視為債息倒掛 長短息其實是受到不同的因素影響 加上短期因為大家人們就衝性會加息 令到倒掛通常會在加息週期後半結束後發生 感到稀式曲線是一條曲線 在特定時間點便可以畫出相同質素債券的資式 投資者通常會參考的美國知識曲線,通常是三個月、兩年、五年、十年、三十年的美國國債知識率比較 知識曲線亦都是用債券的知識來畫出來 知識曲線對經濟有啟示? 不少人認為知識曲線是未來經濟表現的可靠指標 因為債券的價格,債券的知識和利率之間有互動或商戶的關係 投資者應該密切地留意知識曲線的形狀和斜度 正常形狀的知識曲線會令人聯想到經濟會擴張 投資者亦預料期望未來的利率和通脹會上升 不過當知識曲線有時的形狀不同了 甚至出現一個倒掛的情況,大家要小心點 講一講為何知識曲線會倒掛 因為知識曲線開始趨向平坦時 意味著投資者預料未來的通脹部份會放緩 以及經濟增長可能會轉弱了 在這個情況下,長債的知識將會下跌 轉債的知識就會上升 出現這個情況之後,短債的知識曲線可能會出現倒掛 即短債高於長債 究竟出現這個知識曲線倒掛有甚麼啟示呢?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每次美國經濟要陷入衰退的前夕 幾乎都會出現美國國債知識曲線出現倒掛的現象 所以我們要留意一下 知識曲線其實反映了投資者的整體預期 不僅僅是當前的經濟情況 有些研究指出知識曲線倒掛和經濟開始衰退兩者之間 平均相隔21個月 想想投資者如何應對知識曲線倒掛 知識曲線倒掛可以反映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少 亦意味著通脹可能會走低 而利率亦可能會下跌 投資者可以考慮一下 調一調自己的資產配置 例如一些利率變動敏感度比較低的資產 例如醫藥、生物科技 甚至是公用股 這一類對利率的敏感度比較低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以上就是今集的內容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對我其他評論有興趣 可以去秒頭搜尋我的名字 我是岑志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